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因為投稿的關係我會比較著重在惡意基站的功能怎麼去做容器化 然後怎麼樣來擴大攻擊 而且做一些簡單的demo 本來要做一些live demo 但是先跟各位說抱歉 我們架這個container的機器在學校的機器 剛好今天在系統更新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去連到 所以我們就緊急錄了一些影片 給各位看這樣子 首先我今天會講的東西就是 我會先從4G開始 因為我這個標題裡面沒有5G原因 就是因為覺得5G其實蠻麻煩的 所以我先從4G開始講 然後講一些我們5G應該要重視的一些重點 然後再來就是位基站攻擊 二一基站攻擊 跟我們怎麼用二一基站攻擊去實現 這個signal in a spoofing attack 就是說我們怎麼去偽造 有關於信號的部分 那在接下來是我們怎麼去做 把這些攻擊的function去做容器化 然後我們也可以去做協調 這個部分的話怎麼去做到 再來就是一些demo跟實驗的結果 那在這邊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我等一下如果在 如果大家歡迎 我都很歡迎各位拍到 可是如果我在demo的時候 可能請各位就先不要錄影或擷取圖片 因為這個demo我們是直接去攻擊 以及現有的電信廠商 那上面可能都會有相關電信廠商的名字 那如果各位截圖之後 然後是說這個某某電信 它資產做得很差 那我可能就要跪了 因為很多的爸爸爺爺都在這邊 對啊 所以就是請大家在demo的時候 就看就可以 就盡量不要去做一些截圖 或是錄影的狀況 那5G的話大家應該都很清楚 就是在去年的布拉格的宣言 講說需要建立一個5G 一個乾淨的5G的環境 那加上今年也在一個月前不到 我們跟美國這台協會 也做了一個 就是跟於5G security上面的 共同的宣言 也有提到說 我們需要一些 很多 尤其有關一些clean的5G的這些概念 那其實就是等於說我們不只是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宣言 就是等於說我們也加入了 前面我們 因為我們國家的關係 沒有辦法去參加這個歐盟 或是這20個國家的這個 布拉格的Proposal 那可是因為 跟美國一起做這樣的宣言關係 我們等於說也進入了這樣的環境 當中變成5G 一個乾淨的5G網路 安全的5G網路 變成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跟我們一個發展的方向 那在了解它的方向之前 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目前現在在4G LTE上面的 的認知 就是其實從2G、3G 如果各位有去聽 有一場這個 黃聯網提到的 就是有關於 從GSN一直到5G上面的資安的議題 其實都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就不贅述 但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在4G 從 大家要先了解 我們這個電信的協定規格 為了要讓能夠globalize 大家到每個國家可以去使用的關係 所以它的規格書 它的協定 是由非常非常多全世界各個國家 不管你是製造廠 Vendor 或是手機的Manufacturer 或是說你是Operator 你會定期去開這個會議 一年可能會開到六次的會議 在風景漂亮的地方 把這些會員們關在一個這樣裡面 關一個禮拜 然後去討論很多關於規格的問題 所以在這麼多聰明的工程師 還有學者上面去研究這個規格 基本上 我們要找到它的資安漏洞 它的協定上面有資安問題 其實是 即使有也是很快就會被競爭對手 或競爭的Operator去找到 然後提出更新的規格取代它 更新的Proposal取代它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認知所謂在4G裡面的相關的 有關於認證的協定 基本上是千錘百鏈 然後不太可能會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等一下我會稍微講一下 那在無線電裡面很重要的基礎 我們就要達到相互的認證 然後我們要能夠讓使用者 能夠認證網路 網路也要能夠認證使用者 那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好 那我們看一下很簡單的 4G 5G的認證協定 我們簡稱叫AK 它其實概念非常的簡單 就是當各位用雙針鍵 去電信廠拿 透過雙針鍵拿到那張SIM卡的時候 其實已經把我們在對稱式金鑰裡面 最麻煩的那一部金鑰交換 金鑰Distribution已經解決了 換句話說 你用雙針鍵的方法 你就已經把你的金鑰還有你的identity 都放在你的SIM卡裡面 不好意思 我好像多跳了一張 對 都已經放在你的SIM卡裡面 所以各位看到你的SIM卡裡面 其實就會有一個IMSI IMSI等一下我們會一直提到 就是你的SIM卡的身份證 跟你的一把金鑰K紅色的那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它就是一把已經是很重要的金鑰 然後這把金鑰已經放在 Operator資料庫跟你的SIM卡裡面 所以換句話說 所有4G的規格 接下來走的都是 Symmetry Key的一些相關的認證機制 或是金鑰交換機制 或者是加密 或者是完整性保護的機制 就沒有我們現在所學到的 比較fancy的非對稱式的 各式各樣新型的密碼學技術在裡面 其實它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Challenge and Response的概念 就是因為你已經有了Master Key金鑰 你有了IMSI 你有這兩個獨一無二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利用IMSI 跟這把金鑰還有一些Render Number 去送一個Challenge 然後這個時候 就是你的Operator 他也會去做相對的一些計算 然後把東西往回丟 然後彼此再看看彼此丟過來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IMSI 跟那把K產出來的東西 如果是 那就代表他真就是那個IMSI 就是真的是那個人 所以沒有什麼困難度 就是蠻簡單 就等於說你做一個3-way的 我先丟過去 然後回來的時候 讓UE去檢查 去檢查Operator是不是真實Operator 然後再讓Operator這邊的MA 去檢查UE是不是真實的UE 就搞定了 那接下來呢 就透過 已經確認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剛剛那把K 去產生出各式各樣 接下來你要用加密用的 不管是你要用完整性保護 或是你要用保密性保護的Key 然後你要是在Radial Layer去保護 還是你要保護比較上層 Layer3以上的東西 它會產生各自的經驗 去對這些諮詢做完整性保護 和加密性保護 而且在做加密和完整性保護的時候 大部分可能都會用AES這樣的點算法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個 因為最困難的部分搞定了嘛 那加上這個AK也是設計很多年了 所以如果我們要在協定上面去著手 其實4G 5G網路並沒有什麼太困難的問題跟issue 所以在AK之後呢 基本上在5G 我現在是講的是4G 4G的話基本上只有 4G的話在control plane 這邊再給各位一個幹 就是說我們傳統在學網路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不管是控制的訓令 或是我們資料行李 全部是綁在一起丟出去的嘛 可是其實在電信網路裡面 在你接到電話 電話響之前 你正開始傳資料傳voice或傳data之前 它也會交換非常非常多的control signal 就像我剛剛講的那些AK 其實它是一種control signal 換句話說 在你在講電話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會繼續交換非常非常多的control signal 確保你的人移動到不同的機器台 它知道你在哪裡啊 或是你的訊號強度 你的POW要怎麼打 這全部都要透過control message 去控制 所以不管它的control message 非常重要 所以它會受到完整性和保密性的保護 而它的data plan 它真的傳資料的部分 也會受到加密性的保護 這是4G 在5G以後呢 連data plan 在完整性保護上也會做到 所以基本上過了AK之後 沒有什麼可以去攻擊的部分 所以近年來 可以比較可以去攻擊的部分 就是AK之前 那 除了攻擊AK之前的話 我們還必須要搭配一個新型的武器 我們才有可能去做到這樣的攻擊 這就是所謂的衛造基站攻擊 最近比較流行的叫SDR Software Defined Radio 所謂Software Defined Radio 就是說你的 正常來說 你們手機裡面都會有一個晶片 這晶片已經實作了所有的 5G或4G的規格在裡面 它是硬體的 但是如果 有人自視 他看了規格書幾百頁幾千頁的規格書 他把它寫成軟體 他不是聯發科 或是他不是相關的QUACON或是華為 他去做晶片 而是他把它寫成軟體的話 那如果我們再搭配上相關的硬體設備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 把4G、5G變成軟體來實作它 那這就叫軟體定義五線定義 換句話說如果我有相關的open source 我有2G的open source 3G open source 4G、5G的open source 的話 我就可以搭配相關的 比較low cost的一些RF的設備 然後呢 再搭配GON RADIO的這個套件 我就可以讓這台機器變成2G的機器 如果我放了4G的軟體 它就變成4G的機器 我放了5G軟體 它就變成5G的機器 我放4G的UE端的軟體 它就變成4G的手機 所以換句話說 你可以用軟體去定義你的無線電的行為模式 是什麼 這叫軟體定義無線電 所以它的設備的樣子就像這樣 如果各位想要看實體的話 我們現在在 就是我們的5G Village 就在三樓那邊 我們有擺實體的設備 還有實體的供給 各位都可以拿自己的商用手機 去體驗相關的供給 等於說 你只要一台intel 就是x86系列的機器 然後接上剛剛講這些USRB 就是所謂的RF的設備 然後在這個x86的機器上面 跑相關的open source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整個設備變成一個 什麼 變成一個基站 你想要它是手機也可以 你想要它是機站也可以 你想要它是4G 3G 2G 全部都可以做到 只要有相對的open source被開發出來 你就可以去把它放上去 然後就讓它那樣子去跑 好 那所以就變成說 有了這樣子的東西的話 我們就變成說 我們去持做一個 衛造基站攻擊 是可行的囉 因為它非常的便宜 它跟commercial product 動輒幾百萬比起來 它剛剛那台RF機器 雖然便宜也蠻貴的 要5萬塊台幣 但不過就是我們學校老師 可以負擔得起的價錢 那software是open source 只要你把它搞懂 你可以想辦法把它灌起來的話 你大概就用5萬塊 再搭配一台小型的NUC 可能1、2萬塊 5、6萬塊的價格 你就可以持做出一個 微型的基地台 當然就看你要做攻擊還是做防禦 如果你要做攻擊的話 就會變成一個惡意的基地台 當然它就會有很多挑戰 然後這個題目 為什麼很少人做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在pone的這些協定 並不是我們傳統認知的IP網路層的協定 而是telecommunication 就是電線領域相關的協定 它非常的複雜 但是它在實作的時候 它又必須要有 就是system level programming skill 因為你在安裝 在灌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要對linux的環境要熟 然後對於一些電機系的同學來說 其實這反而是很困難的 所以就變成這兩個曲子之下 要兩邊都有這樣的基本能力的同學 才能夠做這個題目 導致於這樣做這樣的題目的同學變得很少 所以相對來說 全世界現在正在做這樣的題目的團隊也不多 那我們先不看一些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就直接從 就是這個問題是從 就是這一位 這位教授 在TU Berlin的教授 他在2016年的NDSS發表的第一篇 關於實體可以用這種惡意季端攻擊 去攻擊真正的commercial手機 還有更真正的operator的時候 就大概四年前開始的題目 所以從他開始的話 就開始全世界陸續有很多團隊開始 像我們最近的韓國 開始有一個團隊 這個金教授他非常的active 他發表非常多 尤其在近年 發表非常多相關 用衛造機器台去攻擊的相關的論文 這邊稍微學術性一點 然後這一位的話 也是在德國一個比較小的學校 他在比較偏西德的地方 然後他這位教授呢 他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在今年的Blackhead 今年的Uxness 今年的NDSS 他都有發表論文 所以是現在非常活躍的一位教授 然後他也做了非常多實體的攻擊 他的 如果大家去查查名詞 你看他很多paper上面都有 實際的live demo 你就可以直接去看到他一些demo的影片 那在美國話當然也會有 這一隊是師生黨 就是說他們也是從 我們現在列的大概就是Tier 1 Tier 2的 而且他們都是史作型的論文 那這一位Penn State的老師 他原本是Perdot的學生 現在去Penn State當教授 所以他們基本上 現在全世界對於這個主題 其實相關的研究人員 並不多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其實有難度 你要了解Tele communication的Protocol 你又要有實作Season Level的Programming的Skill 那可是還是有這麼多團隊他們在經濟 而且每年都利用這個衛造記憶台 去實作一些新型態的攻擊出現 那在台灣呢 台灣的話我所知道的話 大概有這幾位老師有做這樣的研究 就是宜蘭大學的陳老師 然後還有我們 還有加州大的黃老師 加州的李老師 還有中山的徐老師 那基本上都利用這個衛造 尸體的衛造記憶台去實作一些相關的研究 不管是在UE端的攻擊 或者是說做檢測 或者是說做MEC的建置 或者是說攻擊的偵測等等 有蠻多老師在做相關的這方面的研究 好那我們就來一窺一下 目前現在這麼多老師這麼多學者 在開發的各式各樣的衛造記憶體攻擊 到底有哪幾種類型呢 比起像昨天介紹的 昨天因為會講是介紹的 比較屬於第一種之外 我會比較清楚地做分類 讓大家了解說 到底有哪些攻擊 現在是實際的Active在實現的 首先第一種我們就很簡單 就是它是一個獨立的 它就是一個自走炮 它沒有連到任何operator的網路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圖上面 它就是一個紅色的點 它就直接去干擾 它想辦法讓victine跟它連線 但它並沒有辦法連到 後端黑色的這個 所謂的核心網路的MME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用更強的訊號 我可以去假裝 我可以去監聽旁邊的Operational BS 正合法的記憶檯 然後我把我的參數調子 跟它一模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我用比較強的訊號 去吸引這個victine來跟我連線 但是我剛剛有 當時我剛剛有曾經跟各位說過 它並沒有辦法連後端嘛 它沒有辦法連後端 剛剛AKA就過不了嘛 對不對 因為它根本沒有辦法執行AKA 而且即使它可以連後端 它也過不了AKA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辦法拿到 後端資料庫裡面那把key 是吧 所以基本上 這個東西它就只能去做 而且AKA之後所有的東西 都是加密的 你根本也沒有驚訝 你也不知道裡面的訊息是什麼 你也更何況說 你要去把它解開 去做一些修改 或者是做一些圍造 根本就沒有辦法 所以換句話說 它只能利用的就是 在AKA之前這些明文傳輸的 一些信號 一些signaling 一些control message 它可以利用 這就是目前基本上 剛剛看到的所有的老師們 都做得出來的最基本的攻擊 這是第一種型態的攻擊 那第二種型態的攻擊的話 就比較複雜一點 它就變成是 我可以做到中間的攻擊 它怎麼做呢 就是它先用一個假的基站 先去吸引使用者連線 當然它會先去聽真基站的參數 把自己設計得跟真基站一樣 然後去吸引受害者跟它連線 這個時候它把它拿到的資訊之後 解開之後 它馬上再丟到一台惡意的手機 也是它自己實作的 然後再透過這台惡意的手機 把資料送給真的基站 然後一路傳過去 那是不是這個過程當中 就等於說 如果我在假基站把它解開的時候 如果那邊是明文的話 我就看到裡面的內容 我也可以做一些修改 是吧 所以它就變成是一種 中間人攻擊的實作型態 那我剛剛列的那幾位教授 都有做出這樣子的攻擊來 我才會列的 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界限表 所以說他們實作的能力 是不是到了一個很強的地步 因為這個部分其實難就難在說 你要非常的快 如果中間這個處理 就紅色框框裡面這個東西的處理 很慢的話 因為通常大家知道 我們現在5G、4G都是 速度 Ctrl經驟傳輸速度非常的快 如果稍微慢一點點的話 這個信號 這個connection可能就broke 就會斷線了 所以中間這個地方 不只是你要做得出來 而且你要做得好 你要怎麼樣很快的把 它裡面的那些資料 很快的拿出來 再把它塞到 印來一個protocol stack裡面 你要做decapsulation 再做encapsulation的動作 然後再丟出去 那如果做得好的話 你的攻擊才能夠成功 那我剛剛講到一些很 大家也看到 就是我今天底下有列 什麼NDS2020 然後Useless2020 或是去年的SMP 都是這位David的教授 他做得相關的攻擊 他做出這樣的環境之後 他的確可以做到一些中間人攻擊 即便 AK過了之後 大家想到AK過了之後 U1跟我們後端 兩邊直接就會建立 關於加密性保護 跟完整性保護 對不對 但他可以去做一些偵查 做一些判斷 找到例如說DNS特殊的風包 然後他去做一些DNS Spoofing 然後再把你的Connection redirect到他的錯誤的有害的Application Server上面 然後都已經實作出來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 因為我今天內容不是介紹這個細節 所以我就只講大概類別 那第三種攻擊方法我覺得又更難了 因為它是基本上就是說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說 剛剛我做的第一種 就是你要取代附近的合法基地台 那其實你很容易被發現 因為你的行為模式跟一般的基站不太一樣 如果我在手機站 雖然那些軟體很容易會發現你的存在 所以 而且重點是他只能 他沒有辦法做AK之後的事情嘛 那其實非常有限 那有人就設計出 就是開始的經教說 他就設計出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我不要去讓人家連我 我去把它跟合法基地台的downlink traffic 我把它覆蓋掉 我去 所以可是這個就非常難 就是你要知道他那個frame怎麼放的 然後資料最後切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哪個frame上 然後你去把它蓋掉之後 讓別人以為他從operator收到的資訊是A 而不是 可是你把它蓋成B了 這個難度就 你必須要有那個physical layer 你要有這個電信的概念 你要知道那個封包 上面的封包到最後切成那種physical layer的frame怎麼切的 然後去把它蓋掉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曲高和寡 因為這剛出來的時候我覺得 哇他做的超棒 可是幾乎沒有什麼的size 因為大家做不出他後繼的研究來 雖然去年就發表出來了 好那今天我們 我們能夠做的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我本身的話 我們現在比較能夠做到的東西 是偏向就是第一種攻擊 就是我可以做一個假的基站出來 然後偽造出 把我自己假裝成跟父親的基站一模一樣 然後讓所有的人在連 然後用比較強的訊號去吸引人家來連我 然後來連我的時候 我就可以給他一些 特別的攻擊 那因為基本上我今天投稿講的內容是比較偏向是 pocast information的攻擊 那基本上我們現在已經做出四種攻擊 第一種攻擊是 我可以得到你的INSI INSI就是你SIN卡裡面那張身份證 我可以把它拿到 我可以知道你的INSI是誰 當然我不知道你的電話號碼 我沒有辦法知道你的電話號碼 但是我可以知道 現在 例如假設你就在我旁邊 然後我攻擊 我就可以知道你這個人的INSI就是誰 那如果我把它記下來之後 我可能就會知道說 下次如果我看到這個INSI出現 表示你已經在附近 或者是我可以特定傳某些資訊給這個INSI 那這些東西如果大家真的都有興趣的話 在外面的5G Village大家可以直接拿你的手機去體驗 如果你願意把你的INSI讓我們抓出來 或者說你願意收到我們假的警報的話 其實都可以去試試看 那哪些是blocation的資訊呢 就是說在我們的手機端要連上基地台的時候 它一開始會先送一些 比較偏向blocation 要做一些sequentation的signal 然後接著的時候它會送一個MIB MIB它就是一些比較靜態的一些資訊 就是它比較不會改變 例如說它會用哪些frame number 它的同步資訊 它的configuration 是什麼呢 會把它blocat給旁邊的UE 當這個手機收到這個MIB之後 它就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要連到這個基地台 我要怎麼樣跟它對起來 相關資訊我覺得很清楚 那等到它對起來之後它就會送sip sip是一些比較動態的資訊 例如說我這個基站是哪個國家的 是哪個電信的業者的 然後我是在哪個區域內 我用的相關的資訊是什麼 然後我的sale的ID是什麼 等等這些資訊 比較動態資訊 它會透過sip傳給手機 然後它也會在sip裡面告訴你說 如果等一下我要傳一個特殊的 System Broadcast Information的話 你要知道 假設我裡面等一下我要傳一個 國家機警報 好 我要傳一個國家警報 所以它就會在sip1裡面告訴你說 我要傳國家機警報 這個時候手機就知道 它會要收到國家機警報 它就會去聽 那個國家警報相對的sip 所以基本上 pocacy information 會做的事情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做出哪些相關的signal sip1 就等於說 如果我現在已經有了機器台 我可以去設定下面所有的格式 然後我也可以去寫的話 那基本上我就可以讓 我就去尋找說哪些東西可能會影響我手機做判斷的 我們就找到四個可能會影響手機判斷的sip 那第一個可能就是我可以送它blacklist 這blacklist就是我告訴人家說哪些機器台是blacklist 你不能去連 那如果我告訴它所有 現在南港區所有的機器台都不能連的話 都放在它blacklist 它就不敢連南港區的任何機器台 那它是不是就自己造成自己不能連線了 大家可能覺得這很蠢對不對 可是手機真的就會乖乖聽話 因為它會相信機器台所說的話 只要它覺得這個機器台的國碼 它的代碼是對的 它就會相信它 除非它有做額外的檢查 那再來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些 在energy coordination上面的一些 例如說我告訴你說 我一直告訴你說 請你用你最大的power跟我連 因為你現在狀況非常不好 我收不到你的訊號 所以請你用最大的power跟我連 那這樣這個時候一些IoT的設備 或是一些手機設備 它就一直用最大的power跟我連 即便它就在旁邊 它還是用最大的power 這個時候你的手機的電力就會很快消耗完畢 或是你的IoT設備很快就會消耗完畢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今天會比較細講的兩個 就是有關於emergency alert 就是大家最近常收到很多這種國家機警報對不對 這些國家機警報裡面的內容 我們也可以做出國家機警報 它不是一般的簡訊 然後簡訊詐騙已經大家都知道是詐騙 那國家機警報總不會被詐騙吧對不對 那可是其實這國家警報我們也可以發 因為它也是一種SIP的格式 那我只要按照這個格式丟出去 你的手機看到這個格式 它就會就會亮就會叫 然後再來最後就是 我也可以送GPS time的訊息 我可以給你錯誤的GPS來訊息 如果我給你錯誤的GPS來訊息的話 有些設備 它如果只相信這個SIP的GPS time 它不去reference其他time的information的時候 它在做SSL的連線過程當中 就會產生error 因為它會發現時區對不起來 時間對不起來 或是現在時間怎麼往後跳了很多 那我在建立SSL連線的時候 的過程當中會去擷取一些tiny 它就會直接 就無法建立連線了 所以 其實 我為什麼今天只挑這四個 其實它有非常多個 它有三十幾個 可是這四個 未來在5G還會用 5G的SIP有做了一些改款 可是這四個5G裡面都還會使用 所以我們特別挑這四個來做攻擊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認為 如果這四個攻擊成功的話 到未來5G也會有這樣的資訊 也會有emergency alert等等的資訊 所以就會讓你 還是會讓你 會收到錯誤的訊息 而造成影響 好那 後面這邊都其實我覺得都非常類似 我就不細講 因為基本上就是 我就做一個圍造記憶台嘛 然後我就把自己扮演的 跟外面的operator 一模一樣 然後呢我就 完全按照SIP的規格書 去實作一個SIP一模一樣的資訊 然後在對的時間也丟過去 這個時候 基憶台就知道說 原來你要傳SIP 試給我 好那我就收 那他就會收到 所以後面的每一個攻擊 都是一樣畫葫蘆 只是說 你要去想辦法做出不同的格式而已 好那 關於這種比較偏向SIP12這種 就是惡意的這種 國家級警報的攻擊的話 我們沒有發現說 其實國家警報有分成很多種 不同的Level 有國家級警報 或是在國外叫 就是總統的命令 總統級的警報嘛 或是Emergency的Alert 就是緊急的警報 或者是所謂的Alerts Alerts的話可能就是 就是 例如說國家警報的話 就是由 每個國家定義不像 像美國啊 就是美國總統要給大家說的話 會用這個President頭的Alert 來說明 那有些是 有些警報是說 例如說有 什麼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去DevCon的時候 就說到什麼 暴風雨要來了 什麼之類的 沙塵暴要來了 這種就是比較偏向天氣型 地震型的警報 當然還有一種就是 屬於那種 如果在國外會有那種 有小孩走失的時候 你會收到這種警報 會說 現在哪個地方有一個 小朋友已經走失 他的顏色膚色大概是多少幾歲 那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他趕快去通告 這種 或是被誘拐了 這種資訊也會透過這種警報 把他放出來給所有的人 那我們相對來說 我們對這個 國外警報我們的認知就是 我們覺得他一定就是 比較 比較 合理的嘛 對 比較不會相信他是錯的嘛 那這個 這個概念其實在去年的 Mobile Seeds 就是一個 在Season Level上面 蠻有名的一個 一個會議上面 得到最佳論文獎 他就是 他就是去做一個實驗 他也是做這個基地台出來 然後他用比較好的設備 他發現 在一個 兩萬人的 Stadium 的球場裡面 他只要用八個基地台 他就可以cover這個兩萬個人 兩萬個人基地台 的球場 然後這個時候 他只要想辦法 送出同樣的警報 給這兩萬人 就可以讓同志在觀看 這個球賽兩萬人 都收到同樣的警報 都會想想想看 如果我現在 因為我並沒有申請這個 就是這個頻段可以使用 所以我沒有辦法做Live Demo 不然的話 如果我現在在這邊架一台機器 然後我就直接 一個警報給各位 跟大家說現在 不要說中共非難打過來 我們就說 中研院這邊有人確診 COVID-19 對 這個警報 而且我把它做得跟 那個什麼 藝館局做得一模一樣 還有一個什麼 他走過的地圖 尤其是在這個館 他那邊打了好幾天 那大家如果同時店 你的手機都想 那你們會不會覺得是真的 對不對 如果一個人想 可能不會覺得是真的 可是如果在場兩百個東西 全部都想起來 兩百個人全部都想起來 那我相信大家會覺得是真的 那一定就會有人 馬上收東西就走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東西就會產生下一個 就是所謂的Panic Attack 他在這邊論文裡面講的就是說 如果我在一個Stadier裡面 做類似的這種Poket訊息 讓整個Stadier的人 都收到這樣果然的警報的話 大家就會 三人成虎嘛 好 那他做的動作也是一樣 那 所以他會造成這個Panic的Spreading 當然我也可以去做一些比較偏向 什麼 就是比較偏向是 釣魚的訊息嘛 我可以在 丟給大家的那個藝館署裡面 那個資料裡面放了一個假的網站 請大家去填一下說 請你要實名回報 你曾經經過這地方 填上你的身份證字號 然後我把它做跟集管局 做一模一樣的網址 大家會不會填 很可能就會填 沒有 各位應該不會填 可是如果我去別的會議的話 可能全部人都會填 對 那我就可以得到 所有人的身份證字號嘛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並不困難 我可以利用一些時事 或是給大家熟悉的介面 我可以做到接下來我想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我之前做的嘛 右邊就是 大家知道每個月 我們國家都會做這個測試 每個月都會做測試 然後我們就去把它擷取下來 看看裡面的一些內容 然後去對我們自己做出來的內容 是完全沒有什麼兩樣的 所以左邊其實就是我們做的啦 就是之前我去交代演講的時候 我有做一個交代 就點進去你會發現 一個交代地圖 裡面有哪些人走過哪些點 好 我就把它做的跟一模一樣 那如果做的一模一樣的話 那大家看到這個訊息 就跟之前你們看到 那什麼鑽石公主號的訊息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會不會覺得 有可能是真的 你很有可能就覺得真的 尤其是如果大家都一起想的話 好 這就是因為我今天本來要做一個 就是連線的版本 因為它 因為它 沒有 我就直接配音好了 就基本上就是 上面是我們可以去想要 要打什麼訊息都可以我們自己輸入 你想要打什麼訊息都可以做到 然後這個就是 現在就放在隔壁間的那一個機器 還有它的天線 然後我們可以 這邊是我們現在設計的訊息 只是一個我們實驗室的廣告而已 對 然後我們今天這邊選的 選的是我們的龍頭電信商 大家聽不到就算了 沒關係 然後呢 就我們就開始去攻擊 攻擊之後呢 就看這個燈就營亮 就表示它已經開始動作了嘛 這個時候我們就把手機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左邊的iPhone就已經 已經 就是 我們剛剛要打那個訊息就已經出來了 你就會很清楚的看到 我們剛剛打的訊息它馬上就可以成功 所以我要打什麼訊息我馬上就可以做 那另外一台這個Pixel沒有辦法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中華電信的訊號 這個Pixel它有多吃幾台frequency 這個時候當它第一個frequency被我們干擾之後 它會去連到第二個frequency的band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的圍造記憶台對它沒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它這個時候發現說 我們的圍造記憶台給它一個訊號嘛 蓋過原本的 但是它發現有燈亂一個frequency band的訊號也很強 它就直接切到原本那個中華電信基地台 那個frequency band去了 它就不會連我們的圍造記憶台 所以我們的圍造記憶台對它就沒有任何影響 OK 所以 可是iPhone呢 因為它走的frequency band呢 剛好它在這邊只有那個band的 比較強的被我們蓋掉了 那inrag它並沒有 所以它就只能連到我們的圍造記憶台 所以它就會收到圍造記憶台的訊息 所以 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好 我們先把它講完 然後就 接下來就是SIP16也是一樣 我就是給它錯誤的 GPS time 那我也會對它造成一些連線失敗 那這個demo我就跳過去了 我給你看一下好了 對 也是一樣 我們可以去更改現在victine的時間 本來的時間是8月26號 那我們現在如果把它啟動之後呢 然後我們進入飛航模式 不是只是要讓它趕快先連到我們的21G地台 這個時候它的時間就變成2030年的時間了 所以我們很輕易就可以改變任何一台手機 它上面的一些時間 這個時候它如果用錯誤的時間 它要去做一些connection的建立的時候呢 它可能就會因為SSL的一些認證的聯絡 導致它就沒有辦法成功 好 可是其實我剛剛就已經講到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個攻擊範圍太小了 它是用一個RF 小簡單的RF來做 終於要講到容器化的部分 它是用小小的RF來做 所以它變成說 它的 它就只同一個時間點 它就只能打同一個業者的同一個頻段 其實剛剛那個demo就很明顯跟各位說 如果它同時可以連兩三個頻率 兩三個band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再連B或連C 它不會受到你的影響 所以它的攻擊的那個range很低 因為我們的天線很弱 再來就是 你只能打某個pray 打某個frequency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你每一次攻擊 背後我們要做很多的設定 你沒有辦法做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控制這些攻擊 然後或是你要修改什麼東西 你都蠻困難的 再來就是我們遇到一個蠻大的問題 就是剛剛講說 其實我一直很致力於想要把台灣幾個 做這種 惡意無線鏈記憶台的老師們聚集起來 一起來做一些合作 那我們就發現說 在做合作的過程當中 我們常常會很難去共享彼此的資訊 例如我開發東西 它會重新再開發一次 那開發東西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它拿過來用 我們沒有一個很好的共享平台 來做相關的合作 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說 現在的open source有兩大主流 一個叫SSLTE 一個叫做OAI 大家用的平台都不一樣 所以 有些攻擊我用OAI來開發 有些攻擊我用SSLTE來開發 那我們其實很難整合在一起 那面臨上面這些挑戰我們就發現說 如果我們可以把所有攻擊的function 或是我們攻擊的元件 我們去把它虛擬化的話 然後再搭配上一個很好的整合軟體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好去控制這些所有攻擊的元件 然後我們可以展開各式各樣大規模的攻擊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把這個CubernetesKBIS導入 然後有一個UI 等於說我只要連得上網路 我可以 我們今天擺在live demo 就是我現在直接live 連上我們的Cubernetes的網頁 然後我就可以直接連到網頁 然後去驅動 inforce我的網頁裡面 發動Cubernetes 然後把container 把相關的攻擊 enable起來 只要它有接上USRB 就是我剛剛講的RF 我可以在眾議院這邊發動東西 我可以在交大方 只要加拿大有一個 有一個這個pod 或是有一個physical work node 它放在交大 或是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然後它接上USRB 它有跟我的Kubernetes連上線的話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地方 我可以同時 擱作非常多台機器同時開始攻擊 而且我可以 在不同的container的pod裡面 container裡面 在pod的container裡面 我可以放不同的攻擊 我可以放sib12 我可以放sib13 我可以放sib16 我可以放現在打中華電信的 現在打台灣大哥大了 我可以把中華電信的band3 或中華電信的band12 或band11 我都可以跨operator 我可以跨frequency 我可以跨physical位置的去發動攻擊 還有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我現在跟中華大學在合作的時候 他們開發所有的原件 只要按照我們的規則 放到我們的 就是我只要容器化之後 它開發完之後 放進來之後 我在台北 我就可以去操控它 然後在台北做我的實驗 因為它已經容器化了 同樣的我開發的所有的東西 它在中華它只要能夠連進來 它就可以enable 我所有的攻擊元件 在它中山的這個walk or node上面去實現 等於說我們就不要做同樣的事情了 我做我的攻擊 它做它的攻擊 最後我們再去共享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有這麼多的好處跟優點 所以我們開發一個這樣子的環境平台 然後可以把我們所有的攻擊累加起來 然後也可以更好的共享 然後讓我們可以去 把我們的攻擊去應用在 就是其他的面向上面 所以它的介面就會降 如果大家習慣都會 你應該都會習慣用 就等於說我們就會有 等於說你就一個single的UI進去 你就可以去控制裡面 所有的每一個節點 然後每個節點裡面要打 要在哪裡去enable 要enable哪一塊 我們全部都可以直接做到 所以換句話說它的好處就是 我可以打不同的operator 我可以去打 我們現在基本上 全台灣的三大operator 我們都有去試過 我們可以去打不同的operator裡面的 不同的frequency band 那我們也可以 而且這可以做多個 就是說我現在想要 我現在一定要把它打下的時候 那我知道這邊如果 中華電器有三個band 那我就enable三個node 三個frequency band 然後同時去打 那我就一定百分之百 可以讓它連到我的某一台機器台 所以換句話說 我就可以跨地域性 然後我也可以提高我攻擊的準確度 然後我可以從事在 我今天demo版本是要在 連回我實驗室跟 中研院這邊一起同時去打 所以我可以 我就可以不用真的去架設了 我想要讓全台北市都受到恐慌 那我還是要去架機器台 但是我就可以按一個鍵 我就可以讓所有的機器台 同時一起去打 然後我也可以讓 A worknote打SIP12 B worknote打SIP16 都可以 我要我隨便的 最後就是 我不同的open source 我也可以都可以去試 都可以去把它放到 我這個整個平台環境底下 好 接下來這邊就是 一些整理的結果 我這邊其實 我一共有做四個攻擊 但我今天只展示 我們對於SIP方面的攻擊 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 有這個的就是表示說 它會收到我們的 惡意的 這個 Emerging alert 那藍色是表示我們常駐的手機 然後黑色是我們實驗室 同學曾經借過用的手機 但是我還沒有完全做的實驗 我就沒有把它放上來 然後呢 就是你會發現 我們算是到晶片級來分類 因為我們認知 這都是跟晶片級有關 你晶片怎麼實作 收到這個信領的反應 是實作在晶片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先看quark count quark count 基本上 SIP16是完全 SIP12就是假訊息 是假的 Emerging alert是絕對沒問題的 但是 剛剛講說SIP16 這種GPS time的東西 你會發現如果他的手機有去reference其他的time information的話 他就不會care你送的GPS information給他 或他有做一些簡單的檢查 他覺得怎麼會突然跳這麼快 從2020變2030或什麼之類的 他可能就不會受到影響 所以並不是每一隻手機都會受到這個的影響 再來就是 iPhone系列的話 iPhone系列的話 我們會發現說 並不是每一隻手機都會收得到Emerging alert 其實蠻奇怪 可是 最新的11 Pro是一定會有的 對不對 然後我們其實有做蠻多的實驗 就是 這次我們放在那個攤位 其實也同時也做了實驗 然後你發現有些 有些同學的手機就是會有 所以 這也是一個比較難的問題 其實我們有時候不太清楚 到底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並沒有它晶片機實作的內容 我們只能透過Input Output 反覆去檢測說 它可能會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好 然後再來就是 Sansung系列就是比較 比較慘 至少在 Sansung這方面 他們的 他們是權重 就是Sansung系列是權重 然後當然我們也對 Clean系列 Clean系列就是 會有滿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目標 有點像是 會往 就是 中國製的手機去研究 可是最近因為禁令的關係 會發現中國製的手機非常難買 像 華為的 或是 或是 小米的 或是說 OPPA的 其實都不好買 但是我們 如果等一下還有時間 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做其他相分的研究的話 就會很明顯 中國製的手機就會有些問題 然後 再來就是一些demo 不過這些demo我覺得 都 形式都是一樣的 然後 這個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個叫 IMC Capture 它 它就是contain的版本 等於說我現在就是 我 我可以得到你的IMC的內容 然後這個 等於說我們早上傳 我們寫好的 這個 的東西進去之後 它就會開始跑 它的POD就會開始把這個 IMC Capture 漏了進去 然後呢 我就可以同時攻擊 左邊這個應該是一個Pixel 4的 然後右邊應該是一個 iPhone的手機 然後我就可以 只要我 我就可以馬上可以得到他們的IMC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直接把他們的IMC得到 那邊畫紅框就是IMC 但我們有mark起來 這是這兩隻手機的IMC 所以基本上 這樣的攻擊 我們就可以利用左邊 這樣子一個比較偏向Combination的環境 我們就可以利用網頁的方法 就直接去 把這些攻擊出來 當然我們也會把這些 我們曾經擷取到IMC 把它記錄起來 那這邊就是我們曾經得到的 好 好 那 那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5G好了 現在 剛剛這些攻擊 到底在5G裡面會不會實現呢 5G的AK 跟4G的AK 到底差在哪邊 我們會發現到 5G跟4G有一個 第一個比較大的概念 就是說 你會發現 我們從電信廠上面 用雙正鍵拿東西拿出來之後呢 你除了拿到你的SUPI 它改名叫IMC 改叫SUPI 叫什麼Super User Penalent Identity之類 就是你使用者永久的identity 叫SUPI 就是我們講的IMC 然後呢 還有一把K 可是你會發現 你多了一個什麼 PKHN Public Key出現了 所以在5G的環境裡面 你除了有Symmetric Key之外 你還會拿到中華電信 Hone Network HN是Hone Network的意思 Hone Network的Public Key 所以換句話說 中華電信這邊就會有你 除了它當然會有自己的Hone Network的Public Key之外 它也會有它Hone Network的Public Key 在你的身上 在中華電信的身上 所以你會發現喔 它在做這個 一開始的Sonication認證的時候 它就不會 它即便是第一次認證 它也不會把它的SUPI 名文的丟出去 它會把它的SUPI 用Public Key 還有一些Random Number等等的 去做出SUCI 就左上角那個 然後再把它SUCI丟出去 所以換句話說 剛剛的IMC Capture 你在5G裡面 除非你有它的Private Key 不然的話你是沒有辦法 從它的SUCI解除它的SUPI 就是永久的那把IMC 所以5G透過把公開經驗方式演算法的導入 來保護 我在上傳的時候 IMC不會洩露出來 這是它解決的第一個方案 第二個方案 它既然有Private Key 它就不會只是在這個地方做事 它所有 剛剛還記得嗎 我們所有的Signal 都是明文傳輸 對不對 可是呢 如果現在有了Private Key 它當然不會這麼笨 它既然一出場 你一拿到手機 你的Sync還沒 就有Public Key的話 那我當然就把所有的 Broadcast Information 我可能還是用明文傳輸 對不起 我可能就不是用明文 我還是用明文傳輸明文 但我後面就放個簽章 OK 那讓手機用Public Key來驗一下 那如果我驗得開 驗得過 才表示這個訊息 真的是中華電信丟給我的 如果驗不過 那就表示這個訊息 一定是一個阿貓阿狗的 圍到記憶台丟給我的 或是它根本沒有附贓的話 那就表示它不是 中華電信給我的 所以基本上它導入了Public Key Private Key的 就Asymmetric的 密碼學的方法的話 它就的確可以把 我們剛剛講的兩個問題 因此也會洩露出來 第二個問題 信令我會百分之百相信的問題 都解決掉了 好 那5G做了這樣的改編 因為這些 quacom或華為的人 也不是吃素的 他們早就看到這些學者們做研究 他們難道會呆呆的 還是用原本的方法來實作5G嗎 當然不會嘛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就可以用 你的 Broadcasting Information 你就要可以去Sign它嘛 那這樣的話 基本上 你收到訊息的時候 你就 你可以去確認這個訊息 是不是真的是 Operator送給你的 但是這還有一些挑戰 實作上講 就是它可能會有很多的Overhead 尤其是在驗章的時候 假設我們手機沒有什麼問題嘛 但是 大家知道其實在一瞬間 其實我這樣講話的一瞬間 可能它跟基地台已經交換了好幾十個信令了 這Control Measure 不是如各位想像的慢慢的交換 它交換得非常非常快速的 所以換句話說 你一個IoT設備 一個十塊每件IoT設備 你還要在一秒之內 做數十個驗章的動作 這可能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對 所以是否能夠 這樣的 5G規格是這樣制定 但是真的在實作上面 是不是有辦法 對IoT設備能夠這樣做 尤其我們知道 5G未來很大的應用場景 並不是我們使用者 我們使用者 其實升級5G的意願不高 但是其實專網 才是最重要的 專網裡面 就會有很多OT設備 這些OT設備 它的Device 它的Sensor 可能都非常的小 或者它裝在記憶上面 那個東西非常的便宜 它並不會 它只是做一個命令的動作 所以它可能不會 用很好的設備去實作它 那它相對來說 為了要上5G 它必須要實作 這麼先進的 非對認識經驗的 加密演算法的一些技術 可能並不是這麼容易 所以 上述在LTE上面的攻擊 還是很有可能 在5G當中會去實現 尤其在企業轉網LTE的環境之下 這只是跟各位說一下 我們剛剛討論 這幾個SIP在5G裡面 全部都會繼續使用 所以 剛剛我們實作出來 這四個SIP的攻擊 如果 ORLT設備 並沒有去做相關 或是你的手機 沒有做相關的設定的話 那它可能還是會 遭受到這些資訊的攻擊 好 那最後就是我的結論了 我們結論其實還蠻簡單 就是說 這個軟體無線電 還有電信的 open source的導入 讓我們可以很容易去 開發一個 或去設計一個 private network的 就是private 私有的基地台 或是reconfigurable 的基地台的application 然後 所以當然就會使得 這種217站的攻擊 就會越來越popular 那 為了讓它更嚴重 當然我自己的 更 要讓它能夠 觸及更多人的前提下去設計的話 我們把它做 containization 再加上kbox的導入的話 的確可以讓它 影響力更大 而且攻擊得更全面 那最後的結局就是說 我們因為發現 四句跟5G的協定有非常多類似 本來它做了很多更改 它做了一些更改 但是這些協定的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去利用它 然後呢 去 攻擊未來5G的情境 所以 5G 我個人認為 在detection 和protection上面 還是非常需要 尤其針對這些衛造記憶台 我們還是得設計一些相關的技術 去 發現它的存在 或者是告知使用者說 它現在在送假信領的 你要把它抓出來 你不要相信這些資訊 這些東西還是需要的 但是因為 今天事件的關係 我focus在攻擊面 在防禦面 其實我們也有做了一些成果 對 那如果大家對防禦面 還是有些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來找我談 好 那我今天給各位演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好 我非常謝謝鄭老師 跟我們帶來精采的演講 這個 RBS 這衛造記憶台 加上 Kubernetes 兩個槽東西加起來 超級槽 那我們還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現場開放兩個問題 有沒有問題想要請問鄭老師的 如果 OK Alan 先進一步 考慮了 我快可以去找到最後 最後 有什麼聲明 我想到 在呢 質疑 我們要先寫資訊 這些 我們要先進入 好 我們要先進入 是 去分析 然后进而说 就是发送那种特别讯号去影响 就是直接去影响到手机的运作 的这个方向研究吗 那简直又是大坑嘛 还要去看韧体 对 因为我觉得韧体的研究 又是另外一个 我其实目前有在做IoT设备的韧体的研究 光要imulation它 其实就非常非常痛苦 所以我会觉得 我可能目前还是比较着重在 不过Alan的问题非常好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不知道 它真实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现在其实都只是一个黑盒子 硬不拗不出来 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什么原因 所以它才会 这个讯号才会受影响 这个讯号不会受影响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很清楚 但如果我们把它摸透的话 是更好了 这样我们会对我们的研究 我们就不会是做这种 只是拿很多晶片来 然后局测它的结果 但是我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对 目前我们现在重要的体系是这样 我们也即便 现在告诉我们说 中国的很多问题 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证明什么东西 对 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其实我们也是很难发现得出来 对 好谢谢 那我这边有一个简短问题 想问一下请教郑老师 就是其实我们经常看到 警察在办案 他都有这个通讯监察车 其实我感觉他的做法 其实就是可以用 非常低的成本 可以做到通讯监察车的效果 因为他只要做 很多位照的基地台 收他的IMC 基本上你都可以做三角定位 或许可以定位到这个人的位置 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是绝对有可能的 例如说 如果你配一个比较好的天线 直向型天线的话 我基本上我就可以知道 是从哪里送来的讯息 我接到这个IMC 它在哪里送过来 那我再往前走几步 我再走几公尺 我再测一次 再对个角度 我再走几公尺 再对个角度 我把这些角度全部接在一起 我就可以大概定位 它在哪个点了 所以如果说 的确如果我现在已经知道 某个罪犯 或是某个在意的嫌犯 他在某个位置的话 的确我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 先把它定位出来 接着呢 我再让他连不上网路 他就没有办法跟他同伙 就没有办法有人指挥他了 然后现在在攻坚 这的确是可以整个搭配起来的 对我是觉得 这个可以拿来商业化 因为可以搭配Kubernetes 然后可以直接远端超过 好那你有问题吗 OK好请 还有一个问题 那个不好意思 就是像是那个TLS 之前会有 像是TLS 让它降等级 像是走SSL 3下去连线的 这种攻击方式 那5G会不会也有说 让它5G 故意连不上 它就降等到4G 或是3G 有有有 这种攻击蛮多的 它可以两种 第一个就是让它连不上 第二个就是我直接给它 一种特别的指令 告诉你说 抱歉 现在这边其实不能连4G 那有时候有些机器台 有些手机在实作的时候 它如果没有去把 老实说这些应该要加密的 可是有些 国外有些学者研究说 发现某些operator 对这种信令 是不会加密 所以它就可以去围造它 围造它之后 就可以的确让它 downgrade到3G 或2G去 对 这是有这样的攻击 这种叫做 捐命 这个其实以色列 他们很擅长 做这个事情 好 那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次的谢谢郑老师 谢谢今天金台的演讲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